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诺厨房 我是小诺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家庭版蜂蜜小面包的做法 面包蓬充柔软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240毫升的温水 加入4克酵母 搅拌化开 调成酵母水 调好后放在一旁备用 再准备300克面粉 加入20克白糖 再加入2克食盐 把入一颗鸡蛋 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后再用调好的酵母水和面 边倒边搅拌 调成面絮状再加入10克黄油 然后下手揉成面团 把它揉成面团后 移到面板上继续揉搓 给它揉搓手套膜 像这样推拉揉搓 如果粘板的话 就用墙板给它抢一下 揉出这样的手套膜就可以了 放到面盆里 盖上保鲜膜 醒发这两倍大 面团醒好了 戒掉保鲜膜 然后把它移到面板上 满满的蜂窝组织 不用揉搓 直接整理成长条 再分成大小相等的剂子 拿出一个剂子揉圆 揉好后盖上保鲜膜 松弛10分钟 10分钟后 戒掉保鲜膜 拿出一个形状的面团 按扁 再用擀面杖给它擀开 然后再整理一下 整理成圆形 再准备烤盘 铺上吸油纸 然后把整理好的面团 放在烤盘上 把它放到烤箱里 盖上盖子 醒发这两倍大 面团醒好后 打开盖子 把它取出 烤箱开始预热 开上下火鱼热 再给它刷上蛋黄叶 在缝隙处再放上黄油 像这样子 再准备两个小碗 装入半碗清水 放入托盘内 这样增加湿润肉 这时候烤箱也预热好了 放到中层 关上煤 开上下火 180度 烤15分钟 15分钟后打开盖子 看一下现在的面包 已经有一些微微的发黄了 然后再给它刷上一层蜂蜜水 刷好后放到烤箱里 再烤5分钟 时间到打开 把它取出 这样蜂蜜小面包就做好了 色泽金黄又人 蓬松柔软 非常好吃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 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